就是判断逻辑 那逻辑部分的话,我主要是把这个底下 就是BMI的这个Google搜寻第一个 这个BMI值计算器 我是拿这个来当成范例 那它总共会有六个逻辑判断 然后它应该刚刚写过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怎么写了 所以我就直接拿这个写好的程式 直接拿来用 那我就直接把它这一段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逻辑判断的第十页的地方 其实这个做出来大概就长这样 我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第五行的地方 如果小于18.5 那就是网页上面写的 18.5的话 那我print过清 然后LIF 那就是18.5到24之间 那就标准 然后就24到27 27到30 30到35 然后另外的话呢 它好像还有一个过度 过度的话呢 基本上它是35以上 不过你会发现 我这边没有35以上 我这写给L 为什么 其实初始之外就35以上 所以可以不用写 跟刚刚那个老年的逻辑是一样的 另外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BMI这个有没有 这个逻辑 比如说你18.5 and BMI的这个24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把BMI放中间 那怎么写 就是说你可以这样 就是不用and 另外一种写法是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把什么 把BMI 有没有 这个地方 这个大于等于 有没有 这边 然后这边可以拿掉 大于等于 18.5 18.5 小于 方向是不是错 方向 应该 更正一下 应该是这样子 写成这样 24 有没有 然后这个是 小于等于18.5 这样子 OK 好 那我把刚刚那一行 加到下面好了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一点 就比较一下 两种写法 那这一行我把它当注解 注解的话是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加一个警字号 加个警字号在这个城市的前方的话 那表示这一行是一个注解 就不会被执行的 然后可以比较一下 其实如果你要写 上面这种写法 跟下面这个写法的话 结果的话 会是一模一样的 OK 也是把BMI放中间 但是我跟各位讲 两个都可以 可是看各位习惯 因为有的人习惯用这种写法 有的人习惯用下面的写法 OK 两种写法都是对的 你不能说上面那个写法 不OK 不对 顺便讲 因为同学就是有问这个问题 但是跟各位讲 因为我自己个人习惯用下面的写法 因为上面的写法就是 我实在看着很累 OK 所以即便它比较简短 但是比较不符合那个一般的口语叙述 所以我比较推荐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自己可以再拿捏一下 怎么写 比较精简 你比较能够理解 那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把BMI放中间 然后左边右边可以再做一个那个 这个这个判断 OK 好 顺便讲一下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执勤了 所以这边的话来看一下 像刚刚这个地方执勤一下 那比如身高 B85 随便我打一个体重52 Enter 它会先输出BMI 然后它就输出这样的结果 15.19 然后过清 有没有 但问题还少一些东西 第三阶段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最好是前面再加一个BMI冒号 然后评语是什么 不然的话感觉好像没头没尾的 对不对 但问题要怎么做呢 对不对 所以刚刚是把逻辑再放上去 然后BMI的话呢 放这 那这个地方怎么加BMI冒号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直接加在这个字串里面 它蛮特别的哦 加在哪里呢 记得哦 加在这个大瓜弧的前面 那其实大瓜弧就是等同是把BMI放进去的位置 OK 所以你这要加什么 加BMI 假设老婆今天加BMI冒号 但是BMI 假设这样输出的话 只有BMI没有双里号那怎么办 就在B的前面加一个反斜线双里号 就会加第一个 不过它好像你按个双 它会自动帮你跳两个 那你就把后面删掉一个 然后再移到I的右边反斜线再一个双里号 它会跳两个删掉一个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将来要输出的双里号 那就是反斜线双里号 另外一个反斜线双里号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一样哦 你一样输入 好 这个时候的话 BMI冒号 然后呢 就是把他的BMI 不对 升高八十 那诸鲁了 OK 好 出了错了 没关系啊 知道意思就好了 但是呢 还差一个 就是 还有个什么呢 前面在贫与贸号 贫与贸号应该加在哪里呢 试试看好了 你想说贫与贸号 那是不是说直接的吧 直接加在这边贫与贸号 贫与贸号 可是哦 如果说你要贫与贸号 你要加六个 但是哦 如果我不希望 因为我其实说真的 我会看到一直重复啦 我就想一定要有个方法 绝对不要一直重复 哦 因为为什么重复感觉就是觉得 这程式不够简洁啦 这有点像是一个写程式的洁癖 但我跟各位讲哦 如果你现在写不出来 你就先写再说 不然你永远没写完那一天 像以前我马上那天交件 哦 OK 因为客户啊 老板很急嘛 赶快先给他 哎呦 时间回来再想 好 你千万不要哦 上班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想 想到最后老板一直吹 你到底好了没 他只是卡在这个地方 嗯 不是 我觉得这不是OK啦 哦 反正先把东西先交出去 然后再慢慢思考 那以前的经验是这样 因为你 如果你的效率提高之后啦 你反而会多有一些时间 可以再去思考 再学习 可是如果你一直没有效率的工作 你会一直很忙碌 但你会一直就没有时间学习 随便你的技能会一直落后 那反而是负循环 OK 所以我建议最好是你可以把这个东西 慢慢再融入到你 看能不能把这个融入到工作 上班也可以顺便练习 那是最好的 OK 这个是一个方向 其实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两个重点 第一个 加上逻辑判断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再加上呢 把这个BMI的结果 关键地方在这里 OK 有没有 再加一个BMI 前后双一号冒号 OK 思考一下 如果我要再加贫语冒号 但是不重复的话 该怎么做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可以的话想想看 不可以的话你就贴六个吧 是不是 贫语 负贴贴贴 如果说真的 如果你要提高效率 一定要想办法 不要一直把自己当回圈 所以下个礼拜会教回圈 回圈其实就是电脑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重复可以帮你做多少次 他都不会有怨言的 而且是非常快的全部都做完了 OK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你以前重复做的事情 利用一个程式的回圈自动全部处理完 那这个当然就是你们值得去思考的 OK 如果可以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 工作 这个效率不是倍增而已 是成了千倍万倍 那其实差异实在太大了 OK 试一下